那,我的master bedroom,这是一进门,然后呢,这边有暖气的开关,所有的开关都在这面墙上,然后我们就到了我的walk-in closet, 然后呢,我这面墙上有一个窗户,这就是我在这买的这个窗帘,我觉得也蛮好看的,只是这个窗帘头光率比较高,我把它挂到了这面墙上,不对我的眼睛,这是我的床和我的床头柜,两个床头柜,一边一个,我这个床是一个king size的床, 然后呢,我就到了这边还有个大窗户,这个窗户的窗帘也是我在加拿大买的,它的这光率比较好,所以呢,我喜欢,然后睡觉的时候黑黑的,然后呢,这边呢,我有一个柜子,他们把这叫chester,专门放在卧室里放东西的,但是我好多东西还没有放进去, 就是我这抽屉还都是空的呢,现在,然后呢,我们家原来那个电视,我也把它,小电视把它搬上来了,放到我的床的对面,我晚上可以看电视, 然后这个门呢,就是进去呢,就是厕所,那我现在先,带你们看一下我的walking closet吧,看这是我的walking closet,我们要走进来, 啊,我这个柜子是正宏帮我订做的,我不是很满意,因为它做的太窄了,但是呢,我觉得也还好吧,我现在能有大量的地方,放我的衣服, 足够的空间,我就很满意了,然后呢,这边还有,就是这个柜子,两边是对称的,我现在呢,也有放多少东西,我们家的这个提包呢,也挺多的, 这个,我暂时先放到这儿,我暂时先放到这儿,等我楼下收拾好了,我可以搬到楼下去,这个凳子是我用来,在我的walking closet里边, 啊,就是说,爬上爬下的时候,用的,好,我们现在,去一下厕所, 我的master bathroom,我呢,是两个,啊,两个洗水池,嗯,都很好,是undermount,啊,我呢,常常给里边泡些衣裳,因为我每天都要洗,洗一些小衣裳,然后呢,嗯, 啊,我在这儿按了一个, 挂毛巾的,我可以挂一些,我,我也是洗的小衣裳,这是我的, 这个cruise tub,晚上呢,我们就可以在,啊,里边,做,水按摩,我这是按摩浴缸,把这个开关, 一按,一按,这个水就按摩了,这边有两个大窗户,我这个窗户让它常开着,我要吃透气,然后呢,到这边过来是我的淋浴,这是玻璃门,全都是玻璃做的, 我还正在收拾,有时候,小铲子还在那儿,好了,我的masper就,和bassroom就收完了, 的。 谢谢大家